咦 这里好阴森 我觉得好不舒服 悬浮在空中的 应该就是无偿电吧 快点 我们这就去取弈影枝 诶 等一下 我们连异影之掌 哪里都不知道 等会儿万一有了线索 你们先别行动 让我去 我手脚轻 才不会惊动周围 好 好像有两个人 在守着什么 诶 中间黑乎乎的那些 就是异影之吧 我过去瞧瞧 你一切小心 若有万一就喊我们 小紫英 你怎么对我 这么没信心 别的做不好 偷东西 我可是从没出过差错 好了 我走了 你放宽心 每天守着这异影之 真是无聊死了 这东西在鬼界又不稀奇 谁会想偷拿呀 这异影之的确一点都不稀奇 但是能让我们鬼族 任意往来六界 对他见圣灵来说 应该是求也求不到的宝贝吧 别抱怨了 别抱怨了 以前这差事不好 难道想被调取无常殿当差 那可是累到不行 那累的差事我才不干 我只是常常想 我们离转轮静台那么近 却一次也没留去看过 原来你也听说过 要是站在转轮静台前 诚心想念 就会见到死去亲人的魂魄 可是 你还有亲人在鬼界吗 我哪知道 他们去投胎 也不一定告诉我 好了好了 别多话 专心看着这几根树枝 好困 什么声音 你听错了吧 是吗 我活着的时候 耳朵是不太灵光 想不到死了也还是不容易 这不就得了 看 三根一影之道手 幸好那两个看守鬼族呆呆的 反应又慢 不过 我不敢拿太多 真被发现就惨了 太棒了 凌莎你果然是大大的盗贼 太厉害了 这下我们可以回去了 先找找线索 看有什么办法回到人界吧 我 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 刚才 我听那两个鬼族说 在无常殿的不远处 有个叫转轮静台的地方 要是在那里诚心想念 就能见到死去亲人的魂魄 当然 一定要还没有投胎的 我 很想见一见伯父 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 是真的吗 那我也想见爹 我有好多话想问他 你们 别看我 我虽然不想节外生枝 但是你们都想去 我当然也只有奉陪 哈哈 真的吗 小子音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不过 你都没有想要见的亲人吗 我幼时体弱 家中怕我命不长久 将我送上昏仑山修行 自那以后 再也未有联络 可以说此生亲缘极弹 无所计划 原来是这样吗 总觉得子音 虽然从来都不提 但心里 一定还是很难过的吧 我们别等了 走吧 那个台子在哪里 我也只知道 在无常殿附近啊 要找找看 好大一面镜子 只要在这里喊爹 他就会出现吗 不是喊啦 是在心里诚心想念 灵不灵不晓得 只有试试看喽 爹 孩儿 孩儿有好多话想和你说 大叔 要是你能听到 就来跟孩儿见上一面吧 大伯 我好想你 你能来见一见灵莎吗 好像 什么都没有 说不定 他们都已经投胎去了 我看那边似乎另有出口 我看那边似乎另有出口 不如我们过去看看 好吧 爹真的投胎去了 还是他气我把牧师弄坏了 所以不想见我 野小子 是你 是你 爹 真的是爹 孩儿 孩儿好想你 你这小子 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你已经 已经 爹 孩儿还没死了 只不过因为一些事 来了鬼界 还要回阳间的 什么 你这小子 玩来玩去 竟玩到鬼界来了 这里可不是你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 爹 怎么 才几年不见 野小子都长这么大了 好像烦恼也多了起来 没以前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了 爹 你呀 到底是来干嘛的 再不说老子走人了 爹你别走 孩儿有好多事想问你 你和娘 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穷华派 害得大哥 不 玄霄 害他被冰封在禁地十九年 果然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出现一定没好事 这么久以前的陈年旧事都被扯出来了 爹 你告诉孩儿吧 你先告诉我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 孩儿 那个 还是我来说吧 都是我不好 我以为前辈是传说中的剑仙 墓室里一定有些长生密宝 所以闯入前辈的墓中 天河追来阻止我 谁知道那墓室却塌了 他很害怕前辈责怪他 又很想知道前辈以前的事 所以就下了山 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们败入昆仑琼华派 还结识了被关在禁地里的玄霄 你这小子尽会找麻烦 牧师竟被你搞塌了 还有 我不想你修仙 你偏偏跑去琼华派 真是欠揍 爹 你怎么打孩儿都行 但是能不能告诉孩儿 当初你和娘为什么要 知道这件事 对你未必有好处 但如果你很想知道 爹还是会说 毕竟你也长大了 我不能永远把你当小孩子看 孩儿 想要知道 你可知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投胎 因为我愧对师兄 所以我在阴间等着他 他不来我不会走 我要亲口对他说声对不起 哼 你那什么痛苦表情 真以为我和你娘 是十恶不赦的人了 我 我告诉你 我们二人确实是赴过师兄的性命 就算后来没有亲眼所见 我也知道他过得生不如死 但是我和你娘从未赴过他的情意 孩儿不懂 你既然知道师兄之事 是否也知道穷华派修炼双剑之事 想要飞升成仙 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灵力 修炼百年所得不过而 是 倒不如往复妖界 从他们那里夺取灵力 当时门派中很多人 都觉得这是个绝妙之法 但是妖界又岂会乖乖就范 于是双方争斗不休 场面十分惨烈 我如今想来仍觉心寒 我虽然并不讨厌妖 却也不会喜欢妖 但我忍受不了自己生仙 却要以其他生灵的命 作为代价 那段日子 简直像在炼狱一般 许多弟子见妖就杀 连幼儿也不放过 穷华派同样死伤不少 连掌门都被杀死 虽然那以后妖界之主不再露面 但再次出现之时 又有何人能够抵挡 渐渐的门派中有了不同意见 一派主张继续打下去 另一派则主张放妖界离去 减少己方伤亡 我觉得再打下去 也只是生灵图炭 不管是人还是妖 眼看当初一同入门的师兄弟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变成冷冰冰的尸骨 就像一场噩梦 素玉和我想的一样 她不愿再使用忘书剑 长老们虽说会考虑她的话 其实却只是拖延时间 想让她与玄霄继续往复住妖界 还有一人 本是与我们俩最亲密之人 却又与我们想的完全不同 那个人就是寻香 不错 师兄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绝不会半途而废 我和素玉虽想劝她 反被她大骂妇人之人 被自己私心爱慕的人痛罢 素玉当时也是伤心欲绝 这个时候又有弟子说我是叛徒 因为他们看到我救了一只年幼的 身受重伤的妖 我和素玉已无法可想 妖界就算是强弩之末 也绝对会占个不死不休 唯一能阻止这场大战的 唯有我们带着忘书剑逃下山去 这样琼华派生仙的美梦 也就化为了泡影 我们趁夜逃出门派 后来的事你多少也知道一些 素玉没有西河之力的支撑 渐渐被冰寒亲疲 我运工替她抵御寒气 却是飞水车心 我不死心 在黄山珠峰之间 寻找传说中的阴阳子雀 阴阳子雀 原来姑娘您也知道那件宝物啊 难得 我少年时游历江湖 听说过许多奇人异宝 阴阳子雀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也是再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想到用阴阳子雀阳的那一半 一直素玉身上的寒气 爹 那后来呢 你找到了吗 差不多把整个黄山都找遍了 我终于寻得阳的那一半 给素玉服下 她的身体果然好转 我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没多久就成了青 定居在黄山青鸾峰上 可是后来还是不行 素玉的身体时好时坏 生下你之后不久便过世 但奇怪的是 我们一直担心你会先天体寒 你却十分健康 我因为曾替素玉运功驱寒 也被冰寒之气反噬 过不了几年便这样归位了 唉 这就是全部的事了 有些事说严重也很严重 说不严重也很不严重 就看你怎么想的 嗯 天和 你如今身体可有不适 会不会怕冷 孩儿一切都好 并不会像爹和娘那样 这就太好了 就算你小时候看来没什么 我也还是放心不下 前辈 您说 您说天和的娘 爱慕着玄霄 那 那她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不过 素玉她身心里究竟爱着谁 抑或怨着谁 怕是只有她自己才知晓 至少在她刚入师门时 眼里根本没有我 只有玄霄师兄 那一天在见五平 当我和师兄第一次见到素玉 她那时的母娘 我永远都忘不了 她就好像后山的凤凰花一样美 虽然神色冷冷淡淡 眼里却透着明澈聪慧 虽然我和素玉都是不信天命之人 但是如今回想起来 或许从那一刻起 我们三人之间的某些东西 已是不可更改了 爹 素玉的性情外柔内纲 简直已忘书箭修炼 深染阴寒 性情中更是有着相当决绝的一面 当初师兄与她决裂 令她十分伤心 日后嫁我至死都不再提玄霄二字 可我知道 素玉一直没有忘记那个人 她临死前的几天 被冰寒亲体 心魔深重 已经六亲不认 却忽而清醒了一瞬 只求我一件事 便是把林光早玉 放在她身边作为陪葬 我知道 林光早玉这世上只有两块 是打开穷华派禁帝大门的密钥 她与师兄于禁帝修炼双剑时 各执一块 对她来说有着不凡的意义 那 孩儿把那块玉带出末世 不是会让娘很伤心 无妨 素玉她已转世去了 再也不会为任何人伤心 为什么娘不像你一样等着玄霄呢 素玉曾告诉我 她这一世活得太累 耗了太多心力 若是死了一定会很快投胎 让一切重新开始 把这一世的喜怒哀乐统统忘记 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早就已经入了轮回吧 云前辈 您刚才所说曾经救下一个年幼的妖 指的可是柳梦林 不错 你们竟也认识黎儿 她是妖 但是为何她 你这小子真是无聊得很 一看就知道是穷华派交出来的 什么人啊妖啊 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 前辈 你看看这鬼剑 一旦阳寿进了 都是鬼魂 不分人与妖 说不定你今世世人 来世便要做妖 那你一直坚持的东西 岂不可笑 今世世人 来世做妖 小子 你自己慢慢想去吧 最好想个通透点 天世世人 来世做妖 子英 她的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吧 多年以来在穷华派所知道的观念 居然 居然有一天 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天河 告诉爹 你又是如何认识黎儿的 孩儿是在兽阳认识她的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穷华派 可是妖界来时 她却跳进了那个入口 失踪了 妖比人早会 或许她已经找回记忆了 对 不对 没有双剑枉副 离儿怎有机会回妖界 就算望书剑重回穷华派 剑位缩醒 他们根本用不了啊 爹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除非有个人与肃裕一般 姑娘 你 你 爹 快走快走 什么 无常爹已经把转轮精彩的0030消去了 他们发现你们了 那我爹 走吧 他不会再出现了 爹 他不会有事吧 有事的是你们 对啊 我们可是一番好心才来示警的 要是没发现这个月的凤鲁又没了 封雅宋 你们这三只笨鸟 还不快离开 被发现了我可不救你们 闪了闪了 你是 我叫人鬼是个鬼差 你们快走吧 马上就会有大批的鬼族追过来了 转轮静台是不许私会鬼魂的 但是 别但是了抓紧时间 我难免的出口走 就可以去放竹渊了 那里是公魂野鬼聚集之地 鬼族也不容易搜寻 你们快来 我在那里等你们 现在怎么办 那个人 不是让我们去南边找他吗 可是 我都没有见到大伯 不能再等了 我们已经惊动鬼剑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走吧 爹好像还有很重要的话想说 最后也没有说 就不见了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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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算来了 快点快点 穿过放竹渊就是明河 那条河上常有青竹船往来阴阳两界 你们到了那里就跳上河边的船 一路回去人间吧 谢谢 可是你为何会帮我们 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你们还记不记得 寂寞的夏元晨 你是夏书生的朋友 非也 我只是刚巧认识他的养女 是 莲宝 没错没错 说起来我和那女人 对了 她这一世叫做莲宝 也已经有六世的交情了 六世 她前前后后死了六次 都是我去勾她的魂啊 后来我发觉那个女人呆呆笨笨的 就不由地关照起她来了 她可真是个傻女 明明和前世的恋人缘分都已经尽了 偏偏还不死心 转世六次都要陪在她身边 有时是树有时是鸟 总之没有一次是人 到了这一世终于成了人 偏偏又是个痴儿 慢慢慢慢 你说你说前世的恋人 难道莲宝就是靖兰 是夏书生的恋人转世 没错没错 小姑娘你真聪明 一点就秃 我呀 就是放不开她 时常去看她 虽然她不做鬼时 也不记得我 上回我见你们救了她 这一次才会帮你们 她肯定很痛苦吧 夏学生也不再认得她了 为什么 还要纠缠生生世世 你问我 我又怎么知道 做鬼太久了 早忘记做人时的感觉了 你们人的情爱 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明知不可为偏偏偏要去做的事 恐怕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不说这个了 你们快走吧 我帮得了一时 帮不了一事哦 多谢 今日的恩情无意为报 不用不用 小事一桩 有什么可报的 不过嘛 你们要是方便 记得去了阳间 多少些纸钱给我 鬼差的俸禄也太少了 大家都是叫苦连天 还有那三只鸟 他们叫封雅宋 是鬼祭里最爱管闲事的鬼了 可惜运气不好 从来没有正经的差事 派给他们 纸钱 傻东西 有机会再说给你听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那边真的有船哎 我们上船 好 这个划船的人好奇怪 这个划船的人好奇怪 一句话都不说 却愿意帮我们 应该是人鬼的朋友吧 不知道 紫英 你在想什么 是不是 很在意梦灵石妖 天哪 笨死了 哪壶不开启哪壶 想不到 我竟与一个妖相处了这么久 而且毫无所觉 可是 在意这种事根本没啥用吧 我爹说的话 你不也听到了 我不知道 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就像那个时候 像掌门要水灵珠 似乎是我错了 但究竟错在哪里 却一点都不明白 不一样 那个时候根本是小姬掌门的错吧 我觉得 要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干脉 干脆先什么都别想了 一切等我们找到梦灵再说 嗯 你们看 那杯有亮光 是不是快到人间了 啊 这个人 多谢相助 我等感激不尽 能否告知尊驾幸运 对啊 如此 是我冒昧了 她不愿意说就算了吧 大不了我们 也帮她多烧点那个什么纸钱 你 把刀抬起来 让我看一看好吗 灵珊 你不敢吗 你到底是谁 丫头 你还是这么精灵 真拿你没办法 伯父 真的是你 怎么可能 伯父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为什么你要装作不认识我 要不是 要不是我认出你的轮廓 丫头 你就当作没看见伯父好不好 不好 我明明看见了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想你 在转轮静台的时候 我以为你已经转世去了 所以才不出现 傻丫头 我要是转世 今天不就救不了你了 伯父 你说什么救不了我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划船 不只是我 几乎所有韩家人 死后都会在鬼界做苦役 我便是负责百渡这青珠船 必要时往来人鬼两界 苦役 那是什么 他们怎么能让你做这种事呢 伯父 伯父 你说嘛 告诉我好不好 丫头 我刚才不想与你相认 就是在永远 要不要告诉你一些事 对你来讲 现在就知道这些 未免过于沉重了 伯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知道 韩世世代盗墓 总以为人已入土 墓中器皿 当可拿来救助活人 但如今你来了鬼界 应该知晓 鬼也如活人一般 有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种种思念 我们一族惊扰死者 不仅生死不上 阳寿短暂 很多都只活到二三十岁 即便死后 也一样要做苦役来赎罪 待到罪孽长青 才可再落魂回了 竟然 竟然这样 也就是说 我一直在找的长生之法 根本没有用 不管我怎么努力 也不能让族人活得更长久一些 丫头 我知道你很努力了 但是有些东西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不是你一个人能够争得过 那爹和娘呢 他们在哪儿 自然也在鬼界的其他地方赎罪 丫头 丫头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直很气自己爹娘 觉得他们待你不好 我 他们哪 知道自己多半命不长久 所以才故意对你脑难 就是怕你依赖惯了 万一双亲离世 会太伤心了 这世上又哪有爹娘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 伯父 你说的 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记得你还小的时候 你爹每天晚上 非要在床边看你睡着了 他才敢睡 他就是有股傻劲 总觉得不多看几眼 多换那几声名字 以后就没机会了 真是个傻爹爹 还有娘 也好累 人活一辈子 本来就够短暂了 他们还要在意这在意那 害我伤心了好多年 丫头 你真的长大了 看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了 似乎也结识了很好的朋友 旁边这两位都是吧 对呀 我和凌莎是很要好的朋友 晚辈慕容紫英 刚才多有失礼了 慕容 难道是大燕国的遗族 前辈如何得准 我也是脑中灵光一闪而过 想到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妇 前去轮回井投胎 眉目间和你很有几分神似 而且慕容这个姓可不多见 曾是燕国的大驾之姓 你爹是不是叫慕容成 正是家父 不得了 那就没错了 原来 原来爹和娘都已经过世 这么久了 你也不用太过伤心 你爹和你娘神色平和 生前应该是过得很安泰 只是他们似乎有些遗憾 没能在死之前 再见自己的小儿子一面 说是因为那孩子年幼时体弱 家里不但请来道士 替他批命取名 更是将他送去了仙山上修行 但愿他能活得长命百岁 爹 娘 娘 你把秦也伤心 都没有兵 你要看 此衣 语 晚輩 晚輩都明白 哪有那麼容易看透 紫英你又在撞牆了 不然為什麼要露出那種悲傷的神情 是我該謝謝你們 一直照顧我家丫頭 伯父 你說什麼呢 旁邊這個倒也罷了 後面那個呀 可是我一直在照顧他呀 不管怎樣 伯父今天能見到你 覺得很高興 我也是 伯父 你先別走 再多和我說些話好不好 時候差不多 你們該回陽間了 伯父 我會告訴族人 讓他們別再去驚擾死者了 不過有機會的話 我還是要去找長生之法 丫頭 別總那樣辛苦 多為自己想想吧 你出落得這麼漂亮 記得找個好象公下了 我看你身後兩個都不錯呀 哈哈哈哈哈哈 伯父 看來 我們已經回到人間了 這裡似乎是蜀中的鬼城風都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又难过什么 去了趟鬼界 听到那些事情 我好像变得都不是我了 原来娘最喜欢的人 不是爹 而是 我也觉得 为什么许多事情 和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 走吧 我们回穷华派去 也不知道门派里到底如何了 嗯 一影之拿到了 我要去找梦里 天河 等一下 怎么了 我想 你陪我去做一件事好吗 啥 恨急吗 不那么多干嘛 来就是了 反正很重要的 什么事 不需要我帮忙吗 你来也好 不 紫英 你还是别来了 到底何事 其实 刚才在城里的时候 我想了很久 想伯父说的那些话 我决定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以后就再也不盗墓了 意思就是 还要去盗一次 那是有原因的嘛 你可以陪我去吗 不行 为什么 我虽然不是很懂 但也知道 盗墓不是好事 对你不好 会捡你的寿命 所以不能去 哪有这么严重 就去一次 以前那么多年都这样过了 还在乎这一次嘛 不行 你的命就算是捡了一个月 一天也不行 为啥突然要去 再说孟离的事也还没 哼 别总是孟离孟离的 我当然明白孟离的事很重要 但我也不是胡闹啊 只要这件事一办完 我们马上就回穷华派 去妖界找孟离 何等大事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去办 你却又不肯说清楚因果 灵莎 有关你的生死 你要想明白 不可儿戏 是啊 灵莎 你平时就很爱玩 但也别拿自己的命来玩啊 你当我是在玩 你们都以为我是说疯话 好 两个大男人婆婆妈妈的不肯去 我自己去总行了吧 等等 你别走 我干吗要理你 你们不愿意陪我 还不许我自己去 那干脆把我打婚 直接扛回穷华派算了 话不能这么说 总之你不能 此阴女 干嘛妨碍我 那件事 你一定要做 对 你们不去 我一个人也能办成 大不了死在那边 横竖也就是一条命 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一个很重要的心愿 如果我的阳寿真的很短 那我一定 要在死之前做到 你 而且去妖界会很危险 我只想 此生不要留下遗憾 不行不行 话不能这么说 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行 好吧 我去 啊 与其让你一人涉嫌 倒不如我跟去 真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还是小紫英最明示礼 这怎么行 我不干 喂 紫英都已经答应了 你还找茬啊 莫要误会 我并未答应你什么 只是跟你同去 免得你胡闹 反而令自己深陷险境 如果此行有任何损因德之事 我会立刻阻止你 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就是要陪我去嘛 为啥女孩子会这么麻烦啊 不顺你的意境 闹闹闹闹闹闹 烦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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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见了 一个明明知道会解寿命 还要去盗墓 我真是搞不懂女孩子在想什么 这么说 你也同意喽 还是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最好 没那么多烦心事 真想回山上 好啦 别臭着一张脸 想吓谁啊 反正我当你答应了 走吧 那个地方叫风神灵 在陈州的北面 因为悬浮于半空 常人根本不能靠近 好在我们几个没问题 遇见过去就好了 我 我实在是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哦